一般常说过敏与身体的免疫系统有直接关系 究竟是不是真的 嘉莲太平医疗网医生乌西普本集特别详细说明 其实过敏就是免疫力其中的一种 上次我们讲过那个免疫力 其实说当外来的细菌或者病毒这些有害物质的时候 免疫系统会产生这个免疫细胞去抵抗它攻击它 但是当免疫系统出现错误的时候 它对那些外来的东西但是不是有害的东西 它也产生了去抵抗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就是它会把我们称之为过敏源 至于常见的过敏症状有哪些 嘉莲太平医疗网医生乌西普也有详细解说 它主要是有过敏性睫磨炎 比如眼睛的过敏 鼻子过敏是很常见的 另外就是皮肤的过敏 除了这以外有很多人不注意的那就是哮喘 其实哮喘有相当部分也是因为过敏引起的 还有就是肠胃道的过敏 回到肚子 这也是一种过敏 对 那最严重的过敏我们叫英文叫anaphylaxis 也就是说过敏性休克 而女力时代单元本周特别请到 第六届金冠奖得主兼Tabula研发副总裁 于宁宁分享创业之路 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有能力 然后你要有你的格局 你要有你的intelligence 然后可以给你的同事可以平起平坐 因为基本上我的同事都是世界上最厉害的 那你就必须要不但要到达他的level 同时你可能还要比他们更好一点点 丰富在美华人生活讲量话 本周六晚间8点起新闻台首播 周日同一时间超市无线台34.5频道播出 欢迎观众锁定 同时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